花莲圣安公在文昌帝君诞辰这一天 举办了状元极地独占凹头选子祈福典礼 今年有80位各级考生来报名 祈求文昌帝君赐予智慧考试顺利 而其中有博士班还有美国专业证照等考生 主委博瑞卿希望透过祈福一试 可以增加考生的信息 也祝福所有考生金榜提名 80位考生涵跨了各个年龄层 每一位考生要报考的项目也不尽相同 有人是之前来求过文昌帝君顺利高中 今年要再向上晋升 继续来祈求文昌帝君赐福 去年是祈福能够考通过美国运动医学会的院士 已经就顺利拿到了 真的喔 对对对 台湾第三个 今年因为我已经在东华大学教书 26年 我现在56岁 我现在希望能够考到台湾大学的博士班 再去进修充电 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考上理想的证照 对我是因为我已经在就业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为了自己升迁跟未来发展这样 当然是因为很灵验啊 花莲圣安公主委博瑞卿希望透过祈福一试 能够增加考生信心 今天是113年 那么圣诞宫 我们的状元吉地独占熬头百味鞋子的祈福活动 那么每年呢我们在文昌帝金的那个圣诞 都会举办这个活动 那么用意呢是要鼓励呢 这一些鞋子 努力向学 认真读书 力争上 那么将来修所成之后呢 会对国家 对社会做出贡献 那也祝这一些鞋子呢 能够金榜提名 每一位考生前程跪在文昌帝君面前念着祈福文 希望在神明的加持下可以提升自信 金榜提名 借旅会节目相报道